這個初始結構本身就有問題 只是雖然看他的pressure是沒有特別大 只是他說還是會有這個問題 是不是可能初始結構本身有有點問題 所以才會有這個狀況 啊他是地底部掛掉了 我是把Dumb設1 所以他好像地零部開始就 他好像一開始就不讓我做這個MPT的部分 就是他我是設Dumb的地方設1 所以他但是他沒有Dumb出來 他只有地零部的結構而已 這個你自己試一下 好好好 那你先把Omicron 做Martini 2.2的 OKOK 2.2應該都是蠻穩定的 都是 對那你趕快弄過去 好嘗試 OKOK 沒有我還沒有空 沒問題 我再自己多嘗試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NPT嗎 左邊你這邊不能RUN是NPT嗎 對是NPT 就是這 就是 NPT NPT 100 100 170 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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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T還沒事 如果是系統 你先不要擺這麼多 particle 你就先用那一個 有VirtualSide 拿4顆 然後中間一個VirtualSide 你自己試看看 你自己可以 讓這個VirtualSide 跟那4顆一起移動 好 我也有嘗試過 不過就是只用一個VirtualSide 就是其他先 不舒服術 然後只舒服術其中一個這樣子 只是他的壓力 他的pressure 也是非常大 就是 跟 就好像不管舒服幾顆 他的壓力都會 非常大這樣子 對 就是目前遇到這些狀況 就是他在嘗試 然後今天這邊Paper 他是 他是 使用 使用這個Zinc 13 上面的 Data Base 上面的一千 一千多萬種 Molecules 然後來 使用他們這個 應該是 Schrodinger上面的 軟件 然後E 就是Link是所有 其他的 藥物 就是藥物 好像是 他這邊是 只有 就是Zinc 一個新 就是 含有新的化合物 這樣子 對 所以他主要是都是找 是含有新的 這一片裡面都是 含有新的化合物 這樣子 然後他是以 原本 原本就有 有治療效果的那種化合物 然後 剛才生物分子 幾乎都是要做這兩個東西 是 看整體 的變異性 然後這個 整體變異性 看他達到穩定之後 再去看局部 到底哪一個 部分 他的活性最強 就是說他的 結構 運動 比較flexible 是 比較flexible 就比較習慣去跟外面的分子去作用 是 這樣就是看RMSF的活動的大小 RMSF 可以看成是Local 和RMSD 是 所以他的結果是結論如何 對 他們是用過去的文章中 表示說有 治療效果的 的一些化合物作為 reference 然後依照他們的這個 軟件來做 做那種重合 就是他們先用 先抵對出 從一千多萬種化合物中 先找出十個 十個分數最高的 然後再以reference 當作 當作比對 然後他們用重疊的方式來 來看他們的 形狀 形狀的吻合度 還有 能產生靜電的 部位 然後也來 評分 這應該是他們 這應該是他們 軟件上面的 分數這樣子 然後 他們就是說 因為有reference 的 reference 比較 然後如果越相近的話 代表他們 有越接近的 那個 化學作用 所以他們依這個 標準來找 找這些藥物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最後找出來的這個 這個 Zinc 3962 它的那個 形狀的分數 二級結構的這個 形狀的分數 跟 靜電的形狀的分數 加起來 他們的評分是比 他們的這個reference 還要 還要好的 然後這裡 這裡是它 產生的 產生反應的那個 residue 跟他們 呃 產生反應的那個 形態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是 就是它的rmsd跟rmsf 對 他們rmsd是呈現 相對穩定的這樣子 還有rmsf也是 對 然後 然後 它的結論就是說 因為過去的那種 直接 用 電腦數據來 來找 藥物的這種方法 普遍到 後期製作藥物的時候 通常那些藥物 都是 最後是發現是沒有作用的 所以他們說是 如果依照他們的方法 來 來找出 有 有效的藥物的話 會是會較有效率的 對 然後他們說 經過他們這個 這個方法來找出的藥物是 更有機會製作成 有效效果的藥物這樣子